现在他们的销售情况越来越好 五年前的那场暴乱 给众多的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终身的心理阴影 至今那血腥的一幕幕还如梦影般缠绕着他们 不知道谁是幕后的主使 不知道真相何时能够揭开 不知道悲剧会不会重演 1998年 琳达23岁 至今她还清晰地记得5月13日那天自己是如何度过的 最后你还有来过吗 最后来过 那天呢刚好是吃中餐的 我的同事呢都买饭 出去吃饭 我刚好是我还没有做完 然后留在这里 下午 下午已经4点了 哇 那个声音 吵的声音越来越大 然后我看外面 外面 火都是火涌起来会似的 不是那个 然后 哇 我当时 心里就紧张起来了 我感觉到不对劲了 然后我心里要有所准备了 然后我马上脱我的西装外套 所以比较跑得比较方便的 然后脱鞋什么的 什么都放 然后我就叫那个小公园 我们准备多多吧 在哪里躲 他说在楼上 他就准备拿那个钥匙什么的 然后我就找一件东西呢 那个 我拿那个一个小刀 小刀 我就那时候就想 我不是对抗他们用那个小刀 不可能吧 所以我就如果我真的没有出路 我就自杀 对 我就那时候就想这个 门外是薛华骚动的暴徒 屋内只剩下琳达和一位印尼工人 慌乱中 他想到了给远在家乡日的父母 打电话求救 女儿电话的突然断线 让琳达的父母堕入了绝望的深渊 其实他那个那个电 那个听筒他也没有放好 就就挂在那个桌子上了 这个因为到后来我还是听到那个 那个他们吵架的时候啊 那个大浦那个玻璃船啊什么声音 我都听到 咱们呱呱家要的那些声音 我都听到 那时候我真的是下来了我了 我是想 哎呀我这个时候我的女儿见到了 就在暴徒们撞坏大门即将冲进来的时候 公司老板刚刚在前一天交给琳达的顶楼钥匙 成了她的救命稻草 我们就马上跑上去 当时就顺着这个往上走 对 往上走 但是你斜的已经脱了 对 脱了 都脱完了 从这里 然后一直调 然后我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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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了隔壁 对 隔壁 怎样跳我都不期待了 同龄的跳 就是 不想了 当时你和你的工人一起跳下去了 对对对 她说 感到我 不犹豫了 往上跳 然后 在那边躲 然后我又听到他们声音 那个 咋 咋过一切的那个是很清楚的听 听见的 然后他们 我也仔细的听 他们又跑上去 很怕 你是很怕 如果他们能找到我还是什么 然后我听见他 他 人哪里 人在哪里 我都听到这个 林达在屋顶 蹲了七个多小时 而父亲的心 却在七小时的恐惧中 并没有很亏 哇 这个人本来是没有信仰 可是到那个镜头 我又趴着不见了 哎呀 我就是 哎呀 上天就去报佑我的女儿了 我真的是这样 我用口罩吗 哎呀 我怎么办呢 我最后就 真的就去天后来报佑了 报佑我的那个女儿了 随着夜幕降临 暴徒渐进散去 林达壮着胆 在屋顶悄悄用手机 拨通了家政的电话 他就拨一个电话 手机 他说 爸 我这个是在屋顶上 打电话的 我坐在屋顶上 下面坑洞人很乱 哎呀 我 我没办法 我当时就 在这个屋顶上 就一个马上 他这样讲 什么都不敢想 反正求天公保佑 但是电话你没有听到 就是烧电针那时候 他打电话 妈 我还是平平安安的 在屋顶上 他这样讲 还有一个工人陪着我 那时候就 哎呀 乱七八糟了 反正不放心 我最担心的一切 因为那些人啊 那些疯人啊 他们 他们只要遇见这个 女学生啊 还是女人啊 超女一般 不会是怀人的 总是要强奸啊 调戏啊 所以我怕就怕再找 怕就在怕在 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儿 如果是男儿的话 到可能还有 还有几分 那个放心 对 那整整七个小时 根本就没有办法 对 那时候 自己下方 有没有哭啊 也是 是 呃 眼看着就是累了 午夜 一切暂时平静下来 琳达顺着墙壁 跳到了邻居家的院子里 那当时你去隔壁那一家的话 是他们收留了你一夜吗 呃 对 我求他们 求他们 呃 阿姨跟那个家人 他就一个孩子和抱母也是 不过 他后来跟他家长打电话 嗯 我家长 不让我 不让你留下 不让我留下 为什么 因为他怕 他孩子会什么什么 发生什么 我也不清楚 反正他不让 后来好像他 呃 不忍心 或者他 他又跟他 家长说什么 我不知道 他又让我在客厅 我就坐在那边 呃 休息 休息 不过也不能睡觉 呃 然后我 我那个 朋友 呃 一早上就能 接我 接出来 接后余生的经历 让琳达很久 都不能从惊吓中 恢复过来 他大病了一场 性格也因此变得 更加谨慎 不过 相对那些 在暴乱中 惨遭凌辱的妇女 林达说 自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九八年的五月风暴 前所未有的把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到印尼华人的身上 人们想知道 印尼华人究竟是处在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当中 离开雅加达 世纪组来到林达的家乡 印尼特别行政区 日热 这里是华人 特别是客家人 比较集中的一个城市 沈庆豪是林达的唐姐夫 在日热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制造工厂 虽然现在生活很忧郁 谢谢